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这一节我们来讲一下 怎么样在购物车这个Wordpress里面去串接金流 那我们要示范的是用蓝芯科技的金流系统去做示范 那在讲这个串接金流之前 我们要先釐清一个观念 就是什么叫做串接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蓝芯金流New WebPay 这是一个第三方的支付系统 那它提供的基本上两大类的付款方式 一种叫串接 另外一种叫做快速收款连结 那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叫串接 串接就是说你今天也在设一个购物车商城 然后我按加入购物车的时候 可以去查看这个结账 然后在这个结账画面 你可以去选择你的付款方式 那因为我这个付款方式 目前只放这个蓝芯的金流 所以就只有这个画面 那你在下单的时候 这边按下单购买的时候 好的,我这边先填一下 先填一下资料 然后按下单购买 然后这时候它就跳过来这边 然后会自动跳到这个New WebPay的页面 好,这时候如果你使用的方式是 信用卡付款的话 我这边把它填写完毕 按勾选 然后再按送出的时候 它会再跳回去原本的页面 刚刚已经跳出来 从我自己的网站跳到这个蓝芯的页面 而且它这边会带入金额 就是你刚购物车那边的金额 计算总计多少之后 这边会直接带进来 假设你今天买的商品是两样 是200块 这边就自动变成200块 然后当你按下这个 以读取确认送出的时候 它刷卡完毕之后 整个结帐过程完毕之后 它会跳回去刚刚的这个网页 而且它会显示你已经结帐成功 像这样子叫做串接 串接的意思就是 它会先去刷卡页面 然后刷卡完毕后再跳回来 这个就叫做串接 那有的更高阶的方式 就是不会跳出去 就是不跳转 直接在这个页面本身的结帐完毕 但是那是其他的金额支付可以做到 那蓝芯那是不行的 蓝芯或者是绿界 它们都必须跳转 跳出去蓝芯或者是绿界的页面结帐完毕之后 再跳回来你自己的网站 那总之这种就叫做串接 那另外一种我们来示范这种就是不叫做串接 这个就是快速收款连结 也就是说你在蓝芯的系统里面 它可以去创建一个连结 那这个连结 等一下就会直接连到蓝芯的付款页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是我自己的网站 然后我做了一个按钮叫做刷卡分24或37 那我就点击这个刷卡分24到37 点击一下 这时候你看这个网址 它就直接跳到一样跳到这个蓝芯的金流的页面 然后呢 它左边并不会跳出金额多少 它是金额是写在这边 那跟刚刚的左边金额写在这边有什么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这边的金额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这个金额啊 我必须在蓝芯金流的后台 蓝芯的后台去做设定 创建了一个付款连结 然后设定好之后 它就固定了这个金额 所以这个网址呢是固定的 连到这边就是这个金额 而且在最后结账完毕送出的时候啊 它并不会再跳回去你自己的网站 并不会再跳回来你的网站 所以你没有办法说把它跳回来说 感谢你的购买啊 你的结账已经成功了 等等那些讯息 那是不会有的 它是不会跳回来的 它直接在这个蓝芯的页面告诉你 交易完成或者是交易失败 它不会再跳回去自己的网站 这个叫做快速收款连结 所以跟刚刚的这个串接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那什么时候该使用串接 什么时候该使用快速收款连结就好了 关键在于什么呢 关键在于你购买商品的时候啊 需不需要加总金额 比如说你购买商品 你的网站里面有很多样商品 那我今天不只要买一样啊 我可能要买第二样啊 一样的加入购物车啊 然后我去结账的时候就有两项商品 或者是有三项 三样商品的话结账 这时候它会帮你做加总啊 有没有好 100、300、100 他会帮你做加总总计多少钱 然后去下单 然后你再看一次 按下单购买的时候 这个因为有跟蓝星科技做串接 所以这边会显示总计的金额 这个画面它自动的跳来这一页 有没有 这边就秀出来 你总共要付500块 所以这个数值是会变动的 跟刚刚的那一个这个数值是定时的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串接的话 这个金额就会是变动 是有弹性的 就是要看你在购买的时候 买了几项东西 然后总计是多少钱 所以我们先搞清楚什么叫串接 什么叫快速收款连结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下一节就来讲 有购物车的状态下 我们要怎么去做到 跟蓝星金流做串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